大家好啊 中国的老百姓苦包 久也都希望包子丁 赶紧嗝屁 老百姓过点好日子 昨个晚上 北京西边 从香山那边 西五环 西四环 这边很多人都看到天有异象啊 什么异象呢 说有一个 前所未见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 扫柱星 扫柱 扫柱星 照亮了北京的西边的天空 有头有真相 有视频有真相 这年头是吧 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啊 真的是特别明亮 而且巨大 特别像一把扫柱 真的把北京的西边的夜空就照亮了 所以昨个晚上很多人就说北京要出大事啊 说就是当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 北京这边呢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啊 就是说东富西贵啊 是吧 东边的人呢 你看国贸就是东边嘛 就挺有钱的 是吧 西边的人呢 就是贵一些 都是大人 一等一的 就是这种说法 东富西贵嘛 说南边呢就是屌丝住的地方 菜市口那边就是屌丝 富屌丝了啊 到了方庄那边 就基本上就是低端人口住的地方 所以北京的低端人口全都住在南边啊 这种说法 有点意思啊 说什么每次这个有大人物要走掉 要挂掉 西边就天有意 天有意象 说当年那个你看那个江泽民 有一阵 有一阵时间也是传自己这个身体不好 也会提前挂掉 说北京啊 他那个 挣不住 所以他就在西边在公主坟大哈 是吧 就修了一个世纪谈 这个世纪谈是干嘛的呀 是祭天的呀 希望江泽民身体健康啊 保护他呀 世纪谈不是有一个 他像一颗这个像个炮筒的那个东西 指向的是上海老江的地方 指向上海扬州的方向 说世纪谈世纪谈保佑这个江泽民啊 命大福大 活他妈的一百岁 结果活了九十多岁死掉了啊 说昨儿晚上这个扫帚新照亮北京夜空 肯定有大事处 今天呢就传来很很大的消息 这个微信人都在说 说什么呢 说这个西四环 301医院武克松那边啊 就是西四环嘛 是吧 说这个中南海有一个大人物出事了啊 直接从中南海那边往西走 整个这个西四环这边呢 西四环啊 西四环中路这边 全部都封闭了 都戒严了 有头有真相 你看到没有啊 这个就是今天下午五点多的事情 我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是这个刚六点钟 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吧 整个都封闭了啊 所以大人物四个方向西四环中路 全部戒严 附近这个三个里角桥全部封控 这个从这个长安街 这么一路过来往西走 全部封控 从中南海那边 新华门这里全部封控 说大人物出大事了 是不是金金融黄了啊 还是还是怎么什么脑梗啊 不知道 说整个301医院呢 也是全边封闭做好战斗准备 说有一个大人物出大事了 身体不好 会会会会 有可能会挂掉 所以从301医院门口去 根本就什么车都动不去 所以很多人他不知道情况 在这里就堵死了 哎呀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你看到那个地图上 都有些个造谣传谣的这样啊 中国老百姓都造谣传谣啊 你不造谣传谣你知道个啥呀 你为什么这会下班的时候 把他封起来是什么意思 那肯定有事呗 你看这五个钟 奥林皮革文化公园 中央电视台影视之家 就这么一路的啊 然后这个301医院的西门的楼 急诊科啊 这么一路下来啊 亚太饭店啊 就那块以前我老是在这个地方混的啊 全部封闭 一直把这个我都都清空了啊 乌洋乌洋的这个有一大任务快死了 谁呢你想想吧 说有些人说可能是个退休的 退休的人跟中南海有什么关系呢 那退休的人他早就不住中南海了 肯定是在职的一个人 那在职的谁呢 是不是 在职的住中南海的就那么几个人 是吧 肠外都住中南海嘛 你说其他的人身体他不错 那肯定就是包子里呗 所以当然人家这么说的话 也是有一个观念在前嘛 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包子里死啊 完了以后呢 你一出这个事大家都希望是真是包子里死啊 比如说有希望是他 不敢说名字啊 就是国内的这个什么 这个微信圈里面啊 希望是他朋友圈里面 然后马上有人说起碎 起碎这个词以前也是经常用的啊 起是祈祷的起碎呢 就是包子里呗 包子里挂的呗 就起碎就像包子里死了呗 哎呀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绝对不是胡锦涛啊 绝对不是什么什么金锦红 这帮老东西都不住中南海的 中南海这边过来的人一定都是在职的高官 好吧 不要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啊 说个希望是他哎 有些人就很有意思 前面又说希望是他的他呢 是这个人子旁的他是吧 单人旁他 这会儿就是这个宝盖头他 就是一头猪呗 然后有人说希望是猪 是吧 还有人说不希望是他 因为环顾四周只有他 宝盖头他 一头猪倒车最快 他就这样跟你说啊 这个包子里现在就是 把这个一辈子的饭呢 一口气给吃光了 是吧 以为自己八王硬上弓 结果招致巨大的名分 这个东西是真的呀 所以很多人都恨他 都希望包子里赶紧就死掉呗 你说你还有什么指望 包子里身体的确不好吗 这个正二八斤的事情啊 没有遭遥传遥 刚刚发生的 半个小时发生的事情 所以赶紧跟大家说 有些人就吵起来 说有可能是张高丽吧 说是是是是是 跟这个什么 跟这个彭帅太亲人了 就出不来了是不是 下扯 张高丽不可能在 不可能在中南海 而张高丽这种人 很有可能在天津 或者在山东 他不可能的 很多人都不住北京的 所以呢我们当然就希望是 习包子死了呀 这里面有一个现象啊 就是我一般做节目 我都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说 然后顺势就开始推销我的这个理论啊 其实也没什么理论 人呐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嘲笑这些个事情 你看到这种东西 你就知道事实小于观念 什么印象呢 就是你看到这种消息 这些有些人在这个微信上就 你言我一嘴 就说这些个话 就这么一件事情 全国人民都希望包子里死 所以我的标题说了啊 全国人民今天的韭菜 在五点钟左右啊 就开始集体的起碎 老百姓都在起碎 习包子如果真死了 中国老百姓真的就是 还是有日子过的 在哪 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包子里死 且不说中国人 中国老百姓是吧 包子里这么搞的话 其他的国家的这些个流氓地皮 也没钱赚呢 那不行是不是 真的都希望他死 所以观念大于事实 我们以前中国有些个老坏呀 有的时候啊 他能够就是迷迷糊糊的 或者是不清晰的捕捉到一个 一个事实或者是一个局面 比如说情人眼里出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爱上一个姑娘了以后 你越看越好看 也许她根本不是个美女是吧 这种情感大家都有的 这就是典型的认识论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观念在前 事实在后 不是事实决定观念 而是观念决定事实 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我真的不骗你 这是一个宇宙之间 人类是会 关于人的思想的最大的奥秘 我们一直不懂的 我们因为中国人都是唯物主义嘛 还比如说中国人格污自治 你格污怎么自治呢 应该是格知之物 是不是 你有了知识 你才能够认识事物 是这个意思 完全是颠倒过来的 完全是反的 中国人蠢就蠢在这个地方 而且自己不认识自己 你说是不是 为什么包子里 北京一出现这样的 有人生病了 301医院封闭了 马上就很多人就希望包子里死了 那就开始造谣传谣 那很简单嘛 因为你希望包子里死 这个事实在前 你天天这么希望包子里死 有一天包子里真的就死了 是真的 这个东西它是很有意思的啊 康德老师在这个时间里 纯粹理性批评里面讲这个事情的 他说他发现了一个 叫做第二次 戈白尼的革命 戈白尼的革命是什么意思 戈白尼是什么意思啊 戈白尼是以前的人都认为是 太阳绕着地球转的是不是 戈白尼突然有一天发现 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 说康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认识的事实 观念在前 对象在后 观念在前 事实在后 秦人眼里出息 其实不是因为你的情人真美 而是因为你爱他 你的爱的观念在前 所以你的情人美是事实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 人类社会 不论你看什么东西 你是私人生活 还是公共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 一个谣言 你一定要赶紧传 一定要赶紧把这个消息说出去 为什么呀 当人足够多的时候 足够多的人认为包子力快死了 包子力真的去你死不远了 我真的不骗你 这不是瞎扯 这是一个认识的 是科学啊 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话的 说地上的人哀哭启齿 痛哭哀恨 声音传到了天上 上帝听见了 我跟你我跟你说 就是你的那个心思 你的希望 你的哀痛 一定要飞越这一个有限的世界 就像中国今天 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 大家都希望包子力死 这种声音真的会传到天上去 有一天包子力真的就被收走了 就下地狱了 是吧 所以呢我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有点意思 赶紧跟奶奶说一说 如果你这辈子啊 在死去之前 你能够真正的理解我刚才说的 这个所谓的观念的事实 和事实的观念 观念在前事实在后 那你真的就是进入自由之境了 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你可以解释你的人生所有的现象 谢谢